好 经济部本周将公布最新的外销订单数据 我们也看到结构有了明显不同 过去五年以来 台湾出口制造业的海外生产比重是逐年下降 2022年首度低于一半 我们请教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吴大任 怎么观察台湾在中国生产比重持续下降 而在东南亚生产比重是再增加 那新政府能够如何进一步的协助产业竞争力 请教您看法 好 那我们现在看到 我们有关出口的统计数据 他还告诉我们说 我们在台湾生产的比重 也是这几年 至少这两三年 也是不断的在增加 那现在海外生产的比重 已经降到50%以下 那会有这样的情况 最主要还是受到中美贸易战的影响 就是中美贸易战在2018年开始 那从2019年以后呢 就有一些台商 他为了这个 不要因为在中国生产 那他的产品出到美国 就会被课比较高的关税 所以呢 他们就在寻求其他的生产基地 那当然有一部分就是回来台湾 那另外一部分呢 可能就是转往东南亚的国家 甚至印度 那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以台湾 跟中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关系 那现在看起来 它是逐渐在下降 但是我们对主要国家的出口 特别是对美国 那我们的出口 其实是有显著上升 那在疫情之前 甚至在2018年以前 我们对美国直接出口的比重 在我们整体出口的比重 大概就有11%左右 但是现在呢 已经超过20% 那所以说这也显示 我们台湾 那个现在随着这个 就是中美 他们之间的这个贸易冲突 或者是贸易关系 也是不大稳定 所以只要中美的关系 还是维持目前的这个状况 那我想那个台商回流 这个情况还是会 还是会持续进行 但是呢 对我们台湾来讲 我们现在还是 必须要面对一些 比较严重的问题 那在我看起来 我觉得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有关 那个未来能源的供应 因为一方面我们 在今年的7月 河山厂的一号机就要退厂 然后到了明年 二号机又要退厂 所以从2025年开始 我们就是真正的非核家园 就完全没有核能 但是呢 那个 那这个呢 对我们的这个供电 其实是会产生 一定的影响 那我们现在之所以 暂时没有感受到 这个能源供给的一些压力 最主要还是因为 从无二战争之后 就是因为全球高通膨 所以主要国家是在升息 所以全球的消费 全球的经济 还是处在比较低迷的状况 那到现在呢 还没有完全改善 那我们看到 那个在6月份的时候 欧洲央行已经开始降息 那美国呢 渴望在下半年 他也会降息 那他们为什么要降息 就是因为经济不好 所以我们在全球 经济不好的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的出口 跟我们在2022年的出口 高峰比较起来 还是有一定的落差 那这也代表我们 台湾有很多那个产能 还是还没有完全利用 但是呢 很有可能 从今年第四季到明年 全球的经济 随着降息之后 有可能慢慢复苏 那当全球经济开始复苏的时候 我们的出口 就会开始要扩增 要增加 那在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能源供应 可能就会影响到厂商的生产 那这部分呢 我觉得对厂商未来的投资意愿 还是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那如果未来 就是能源的供应不稳定 又产生缺电 跳电的这个状况 那对企业来讲 它在停电的这个 这个期间 有可能 也会蒙受很大的损失 所以一个国家 如果我们经济要顺利发展 其实能源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认为当务自己 就是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 那一定要想办法去解决 我们能源供应的问题 感谢观看